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过那么多的书 看过那么多的故事 而且看了个电影2012 看完之后惊心动魄 今儿它来了 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 这种事情和这种预言一直伴随着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存在 很多人比较注重 很多人看过之后当故事 但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随着自己的如意和不如意 挣钱和不挣钱的时候 或多或少 时不长的 喝着小酒的时候 抽着小烟的时候 时不长又想起这事来 特别不顺心的时候 你说2012有没有 大家就这么叨咕着 英国的美日电讯报应时的 在2012年1月1号就登出了这篇文章 再次探讨2012的事情 美日电讯报的翻译的文章的题目是这么说的 2012玛雅末日预言新政 神秘圆盘 它来了 2012来了 上来讲说 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及历史研究所的考古学家承认 他们发现了另外一个提到了2012世界末日预言的文字记录 这个记录被刻在一块砖上 实际这个砖早被发现了 只不一直放在博物馆里面 没人去碰它 近些时间有专家发现了它 证实在这个砖上刻着跟早期所发现的有关2012的说法的另外一个证据合成一起了 依然提到2012这件事情 那文章讲说 实际这块砖是在一个庙宇里面发现的 这个庙宇的名字叫做科马卡科 是古玛雅人一个建筑 其实在整个玛雅的文化当中我们发现非常特别的 当初被西班牙传教士毁掉之后残留下来的所有这些记载 包括金字塔这些东西都叫做庙宇 所以我想说的一个概念 其实在我们原来节目当中提到过 时间可以扼杀一切 但是唯一的突破了种族 突破了肤色 突破了年龄 突破了性别的留下来的东西 就是信仰 人们称为神话 佛罗伦萨在那些博物馆当中 我们看到画的那些壁画 那些天顶的画都描绘的是天堂 今天在我们艺术当中 在电影当中 描绘更多的是鬼魔 那今天人描绘鬼魔多 跟人们放纵欲望 跟人们贪婪的心态 你让我说是等同的 那回归到曾经的时间 那个时候人为什么能够画天堂呢 你让我说呢 那时候人比现在淳朴多了 他能看到天堂 跟神有接触 他自然就可以画出那样的东西 信不信由您 反正我信了 那文章也提到呢 其实现在很多人在怀疑玛雅文化的 或者说玛雅的这个末日论的这个说法 有人说呢 根本不存在 只不过玛雅本身的流传下来的东西呢 包括第五太阳记的说法呢 就是一个玛雅年历 玛雅历的这么 这一个天历的这么一个东西 那这种时间的东西呢 不能说它就是一种末日论 网上也有人说 这种末日论呢 是被这个西方的文化呢 所理解了 也就是西方人站在自己的文化 站在自己的历史的角度当中 来看待玛雅本身 那我自己的看法 其实我看过很多这样的资料 就像跟在这个周末视频当中提到过 30年前在大学里头读书的时候 我就看过很多这样的资料 当时给我最大的概念 给我最大的触动就是 玛雅文化提到的2012不是世界末日 它是人类更新的过程 如果是世界末日 地球就崩了 没了 不存在了 而玛雅文化提到的 是在经过2012 12月21号 这件事情出来之后 人们人类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这跟中国的原来的一些 包括推废图啊 芝麻哥啊 这些的预言所说的是极其类似的 跟流传下来的 包括欧洲的诺查达马斯的预言 所提到的 同样是类似的 人可能经历灾难 人可能经历苦难 但是这样的灾难苦难 针对的是道德沦丧的人 是放纵欲望的人 是唯我独尊极端自私的人 是不被一个正常的道德社会 应该接受的 不配进入下一个全新的人类的过程 其实回过头来再看看 过去的一年里头 独裁的极端的政权 为什么如此快的土崩瓦解 那就是邪恶 那是不是被净化呢 你让我说 就是 其实党也挺有意思 共产党干什么事呢 不按事实来做 而是按自己的想法去做 大家注意到 今天是2012年1月1号 就在今天之前 他闹心的事 他都给结案了 什么意思呢 大家注意到 包括赖昌星这事 结了 动车这事 结了 结果今天看到最新的消息呢 郭美美小妹妹这事 也结了 挺逗 说这糟心的事 不能带到2012去 这是这么说的 那网上有篇文章 这么讲的 郭美美一选寝城 中国红十字会撤掉商红会 文章的内容上来是这么讲的 郭美美事件非常火爆 这件事情呢 骚扰了大概半年多 中国红十字会 在2011年12月31号 公布了有关商业系统 红十字会调查报告 内容指 中国红十字总会旗下的商业系统 也叫商红会 不存在郭美美所称的 红十字商会 也没有设立郭美美自称 所承担的 红十字会商会总经理 这一个职位 文章呢 介绍的比较简单 就说郭美美跟红十字会 一丁点关系都没有 一点透明心的关系都没有 所以呢 红十字会挺冤 但是提到的商红会 确实自他成立以来 整个红十字会就对他疏于管理 疏于管制 一大堆问题 也就是商红会出来的那一天就有毛病 但是有毛病一直到郭美美冤枉了他 这毛病才被披露出来 所以也就是说郭美美爱怎么选怎么选 爱怎么玩怎么玩 跟党的红十字会没关系 但至于党的红十字会里面的问题 是由我们自己处理 党的整个在处理这些问题的做法当中 都非常清楚 党永远没毛病 有毛病的是个人 个人利用了党的机构 利用手中的权力 他出了毛病 但是党没毛病 这是一贯的做法 所以党的总书记 死的死 残的残 有的竟然就像刘少奇一样 大便出不来 憋死 到那份上 那也是他的毛病 不是党的毛病 这个处理是一样的 令人非常惊奇的 又完全是情理之中的 另外一个震惊的消息 就是高之胜有消息了 BBC这么说的 高之胜被关押在新疆沙亚县监狱 文章讲说高之胜的哥哥高之义 1月1号早晨 接到北京市的一家法院的信件说 高之胜目前被关押在新疆沙亚县监狱 而沙亚县距离乌鲁木齐 1000多公里 中共在1月1号这天竟然公布出来 说高之胜距离乌鲁木齐 1000多公里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边远的监狱 是不是真的准确的咱们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里头极其边远 靠近边界的监狱之一 蒙也能蒙得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他怕所有的人到那去看高之胜 一个高之胜就让整个共产党的体制 害怕到这份上 而高之胜今天遭受的苦难 是当初他明白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之后 他以自己的那种人的道德的概念 去维护中华民族的一种价值观念 去表现出一个中华民族 一个真正男人应该有的气质 他为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被迫害 明不平 他把真相拿出来 在这个过程中 他遭到了整个中共体制的 一个整个国家体制的迫害 这就是真实的故事 你说什么叫邪恶 你说这样的东西 我说党的这种体制的东西 该不该被解体净化掉 广东乌坎那件事情 我看到网上有一些文章提到 已经有人在提到说 可能是秋后算账 也有消息披露出来说 有一个老汉 因为怕遭到中共的报复自杀了 但是这些消息 我们并没有看到第三方的证实 但是有另外一件事情被证实了 广东不太平 BBC这么报 广东中山因为土地问题 爆发了警民冲突 文章讲说 继广东乌坎村的征地冲突之后 中山市豪四村 也发生了类似事件 数百名警察日前采取暴力方式 驱赶民众 引发流血冲突 数人被捕 这个消息是在29号披露出来的 整个过程中有20多人被捕 道理整个事情非常简单 而且村官直接说 土地我就卖了 你怎么着吧 就是类似的故事 一个乌坎村的处理是那样 但是乌坎村所披露出来的价值关键 我觉得是非常清楚的 整体老百姓站出来 当整体老百姓站出来的时候 中共在当时的情况下 他很可能就退却了 这是真实的故事 但是并不代表他会放弃 因为党的官员他为什么做官呢 他要挣钱要发财 他一定要挣钱 一定要发财 卖土地 土地是他手里的东西 是最快 所以这种事情 只要体制在 这种事情一定会持续下去 换句话说 2011年他想给截掉 没用 倒霉的事情 解体中共的事情 在2012年应该更加的汹涌澎湃 那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